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在12月的数据显示 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1%,达到336.6亿美元 环比增长2% SEMI指出,销售额增长主要得益于先进技术领域的强劲投资 特别是面向人工智慧运算的高阶罗机晶片D-RAM及先进封装解决方案 按地区来看,中国第三季度半导体设备销售额为145.6亿美元 同比增长13%,仍位居第一 台湾与韩国分别以82.1亿美元及50.7亿美元分列第二 第三 北美地区销售额同比下滑52% 并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727亿美元 较2025年9月的695亿美元增长4.7% 较2024年10月的572亿美元增长27.2% 从区域来看 10月份每周59.6% 亚太24.8% 中国18.5%和欧洲8.3%的销售额同比均有所增长 但日本负10.0%的销售额同比有所下降 10月份 亚太7.2% 中国4.4% 美洲3.5% 欧洲3.5%和日本0.6%的销售额环比均有所增长 此外 SIA认可了WSTS发表的2025年秋季全球半导体销售预测 该预测预计2025年全球半导体年销售额将增长22.5% 达到7722亿美元 2026年 全球销售额预计将达到9754亿美元 高于春季预测的7607亿美元 人工智慧 AI基础建设浪潮持续推进 加上边缘运算装置规格升级 国际研调机构 IDC预估 明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8900亿美元 年成长率11% 至于应用于资料中心的特殊应用晶片 ASIC DJ Times预料 ASIC晶片出货量将在2027年突破千万克 与绘图处理器GPU的出货量相比 已在伯仲之间 IDC资深研究经理曾冠伟表示 2026年半导体产业将延续AI驱动的成长轨迹 为了满足指数级增长运算需求 从IC设计 晶圆制造到先进封装的整体价值链 都会处于高产能避用率状态 随着晶片复杂度提升 供应链上下游的紧密协作 将是确保AI晶片顺利量产与效能突破的关键 IDC指出 明年半导体成长动能来自三处 首先 AI基础建设持续投入 带动晶片资料中心营收大幅攀升 第二 随着企业为整合AI功能而升级硬体 加速换机潮 推动中端装置市场稳健复苏 第三 记忆体市场需求爆发期 成为对升整体半导体产值的关键引擎 这股由AI驱动的投资周期将抵消部分总体经济的不确定性 引领产业进入吸一波扩张期 近期市场讨论度最高的部分 在于 Google的自言 ASIC晶片 TPU广或其他云端业者青睐 虽暂时无法撼动 回答在AI晶片市场里的霸主地位 不过 威胁性却相当高 DJ Times分析师姚嘉阳预估 应用于资料中心的 ASIC晶片明年出货量将达833万克 与GPU仍有很大差距 但到了2027年时 ASIC晶片出货量将突破千万克 追上GPU的出货量1177万克 姚嘉阳认为 市场上对于ASIC GPU仍有诸多讨论 不过 不同的晶片 如何有效率地对应不同工作负载 会是云端服务业者在意的重点 台积电作为所有AI晶片的有力支撑 在其欧洲 OIP论坛上展示的 一张幻灯片 清晰地阐述了 其将于2028年 推出1.4nm级的A14制程工艺 相比其前代2nm级正面供电产品N2的优势 结果表明 A14在相同功耗和复杂度下 效能提升16% 在相同时耐频率和复杂度下 功耗降低27% 然而 为了充分发挥下一代制造技术的潜力 晶片设计人员 可能需要使用更智慧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工具 当代工厂发表新的工艺技术时 通常会公布一系列特性 以展现不同代际工艺之间的相对差异 随着生产节点的不断推进 晶片制造商往往会获得更多 关于其效能的数据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明确其特性 台积电的A14工艺正是如此 此前 该公司表示 与N2工艺相比 在相同的功耗和电晶体数量下 A14工艺的效能将提升10%至15% 在相同的时迈频率和复杂度下 功耗将降低25%至30% 混合晶片的电晶体密度也将提升约20% 而从幻灯片来看 新节点的效能将略高于预期 但功耗方面则保持在预期值的中等水平 台积电展示这张幻灯片是为了说明其工艺技术的可扩展性 旨在表明尽管摩尔定律增速放缓并面临严峻挑战 但它仍然有效 然而 这张幻灯片仅列出了主要的主流制程节点 而省略了主要由苹果和英特尔使用的N3B 以及N3P和N2P等节点间升级 虽然提起N3X N2X和A16是合理的 因为这些制程技术针对特定应用 但缺少节点间升级的讯息在一定程度上 模糊了它们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进步 也未能突出多年来取得的显著进展 根据幻灯片显示 从2018年工艺节点N7升级到2028年工艺节点A14 在相同功耗水平下 效能提升1.83倍 能效提升4.2倍 这看起来非常显著 然而这两项技术之间相隔十年之久 台积电还指出 每一代新的主要工艺节点 相比上一代节点 都能降低约30%的功耗 相比之下 主要节点的效能提升幅度 仅为15%至18%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台积电在设计这些制造工艺时 更关注的是功耗控制 有趣的是 除了台积电的制程节点之外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设计的能效 例如 晶片设计人员可以使用人工智慧增强的 Cadence Cerebrus AI Studio和Synapsis DSO AI等自动化布局布线 APREDA工具 这些工具利用强化学习技术 探索更广泛的优化空间 涵盖各种制造工艺和布局 并自动调整设计参数和布局方案 从而提升效能 降低功耗并缩小面积PPA 根据换灯片显示 这种方法通过优化APR流程 可节省5%的功耗 通过优化基础层方案 可额外提升2%的效能 总功耗 节省达7% 与台积电通过节点间优化 所能达到的节能效果相当 当然 此类数据仅供参考 因为并非所有设计 都能优化到如此程度 不过 不可否认的是 EDA工具尤其是更智慧的APR工具 在利用现代制造技术 实现更高效能和更低功耗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台积电未来最先进的 1.4nm级的A14工艺进展 正稳步前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